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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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影子的遊戲空間 我是影子 今天我們又要來玩生育召喚 然後今天要錄的題目就是 提亞奇的將領 這隻將領呢我是今天第一次打他 我之前都還沒打過玩這麼久都沒有興趣打他 那現在想一想 這隻是唯一一隻沒打過的將領 所以就來打一下好了 那今天順便拍一下攻略給大家看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這個問號 點問號進去裡面的攻略齁 其實看這邊就大概知道 我們要選什麼角色了 他這隻boss的攻擊力 我覺得算是將領裡面 boss的 攻擊力算是高的其中一隻 被他打 其實還蠻痛的喔所以 角色的防禦力如果 不夠高的話很容易死掉 他的技能是 隨機給予三名敵人威力 160%的魔法傷害 然後從第一名依序給予 火水木的傷害 對神族的傷害增加20% 所以 這關不能帶神族 因為神族另外還會被混亂 非常的麻煩 所以這關神族被打又痛又被混亂 這關盡量不要帶神族 被動技能是給予參加 戰鬥的隊伍全體 木魔法傷害 HP以外的全能力 降低10% 他沒有寫幾% 降低10回合但是沒有寫幾% 不過這個是我覺得還好啦 好像沒有差多少 我也不知道降低多少沒有注意 我也本來以為是10% 但是現在看起來 他是寫10回合並不是10% 然後呢這邊要注意一下那個BOSS是中層喔 然後有兩個水晶跟他是站在同一排 後面的木之水晶跟他站的是不同排 是在後排的 這邊可以看到 其實你看這個標誌就知道啦 魔法師魔法師魔法師 然後弓箭手有沒有 火屬性的水晶呢 是給提亞奇HP以外的全能力值增加 欸沒血增加多少 提升10回合 那水的魔法水晶是給予魔法防禦力最低的3名敵人混亂3回合 然後混亂對神族有效 所以他一次就混亂3隻 如果你是帶神族的話 所以這一關盡量就是不要帶神族 會非常的麻煩 不過呢我覺得藍毛還是可以帶 為什麼藍毛可以帶 因為他是給魔法防禦力最低的敵人 藍毛的本身魔法防禦力還蠻高的 就連磁神也是 所以你只要把他們的魔防撐高的話呢 其實他混亂並不會混亂到補師 但如果你帶打手的話呢 如果是什麼暗女武神之類等等的 如果是魔防比較低的神族 全部都會被混亂 所以這一點要注意啦 就是如果你可以帶神族 你可以帶神族 但是神族的魔法防禦力至少要在前2名 前1、2名都不會被混亂到 接下來就是木的魔法水晶啊 他是給予最前排的角色強力木魔法傷害 混亂乘於3回合 混亂對神族跟人類有效 他是打最前排的啦 所以前排如果有人類跟神族的話都會被混亂 但是呢這個水晶我覺得還蠻好課的 如果你有火系的弓箭手 其實他很快就可以把那個木水晶清掉的話呢 前排就不會再被混亂了 所以這個看你角色怎麼搭配的 如果你搭配那個火焰弓箭手啊 或者是如果你是用那個叫什麼 天罩 如果你用天罩的話 他魔防很高的話 其實天罩並不會被混亂到 然後呢天罩就可以馬上把魔法水晶木系的清掉 這樣子的話 前排帶人類就還可以 但是前排還是不能帶神族 因為前排的神族魔防一定是超低的 所以前排人類還可以帶啦我覺得 下面有攻略一些角色 可是我這些角色我都沒用 狼槍我覺得還可以啦 但是其他的我就覺得還好 這兩隻打Boss是很痛 這兩隻打Boss很痛 但是他打不到水晶 各有利利吧我覺得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隊伍 我這邊是打七星單人給大家看 我的隊伍第一隻用坦 坦是用這隻坦 因為Boss他的水火木三種抗性都非常好 但是他的光暗抗性非常低 所以我用這隻的話 他技能是可以讓Boss被反傷的時候 是反傷暗系攻擊 所以Boss自己反傷會很痛 那另外又可以 可以幫隊友減傷害 所以這個還不錯 我是用這隻坦 裝備的部分呢 三個坦裝 因為說實在這關降臨的Boss傷害蠻高的 所以三個坦裝 一個攻擊而已 這個攻擊的還是有加血的攻擊武器 那一樣是暗屬性 所以打會比較痛 戒指的部分呢 我全部裝坦裝 所以這隻算是非常 已經幾乎是全坦了啦 就裝備一個武器而已 幾乎就等於全坦了 一般打七星降臨呢 我的坦通常都會變成半輸出 但是這一關呢 我如果用半輸出撐不下去 再來第二隻就是降機啦 降機打這關也是非常棒 因為他之前講過 他的招式跟他的專武全部都打三下 光屬性然後會打在Boss身上 所以對Boss造成的傷害是非常高的 那另外的裝備就是選擇 暗屬性攻擊或是加攻擊力的都可以 光暗屬性的都不錯啦 那這古納的甜點棒棒糖 是因為我沒什麼裝備的 所以這個裝備加的攻擊力還蠻高 而且又會幫降機增加SP 他的大招可以發更多 所以這個還蠻重要的 力量手鐲 戰士的戒指就兩個物攻嘛 然後一個血戒一個加魔防 因為Boss的傷害跟水晶傷害全部都是魔攻 所以這一關的魔防戒指還蠻重要的 再來我有帶一個人類 驅魔師我覺得還是可以用 他傷害也不低 如果你有他的實裝的話 有他實裝的話 他本身的屬性就還蠻高的 裝備的部分一樣全部都是暗屬性攻擊優先 沒有暗屬性攻擊的裝備的時候呢 就用別的屬性也可以 可以 戒指 一個力量手鐲 因為他這次會被混亂 所以我給他帶比較多的加血的東西 一個魔防一個血戒 然後一個純潔的戒指 雖然是 他技能雖然打這關並不是很重要 因為抗魅惑 但是他的屬性是加HP 加物理攻擊加魔法防禦 所以三個屬性都是打這關很有用的 所以我就給他裝這個 再來是白毛 其實你帶藍毛也是可以 藍毛如果魔防是在前兩名的話 隊伍裡面前兩名的話 藍毛也可以的啦 藍毛不用說 因為他是神主 所以這關不要帶 然後呢 他的 我帶白毛的原因是因為幫全隊加攻擊力嘛 也不錯 藍毛當然也可以啦 就是看你要帶哪個 兩隻其實在這一關我覺得 沒有什麼差別 或許白 或許藍毛還比較好 因為藍毛的大招是 另一Burst 是光屬性的 不過我現在選這一隻 我懶得改裝了 兩隻都可以 沒關係 那我這邊就是用白毛啦 天馬之軒 理想的女僕服 然後一個暗屬性的 打前排的 然後一個光屬性打前排的 就是因為BOSS是怕光暗兩種屬性嘛 戒指的部分 兩個魔攻 兩個血戒這樣子 然後最後一隻 藍子 藍子打這一關是非常棒的 我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沒有推薦藍子 藍子打這一關非常棒 他是物理攻擊 在這一關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而且還可以幫BOSS降物理防禦力 非常好用 裝備的部分就是光暗優先啊 但是我的暗弓還沒有升上來 所以我只能這樣先裝 那如果沒有光暗的裝備的話呢 盡量就是挑無屬性的傷害裝備 因為 水晶的屬性比較混亂 就水火木都有 這種時候呢 其實你帶 在 無屬性的裝備 打全體的話 打水晶是清得非常快的 像 藍子的招式啊 跟這種 無屬性的打最遠的敵人 這種都是專門清水晶的 手勢的部分一樣 兩個物攻戒 然後一個血戒 這邊給他裝備神之類 也是因為他會加物理攻擊啦 其實神之類可以換別的 如果有更好的也是可以裝 直接打給大家看吧 那我剛剛講我的裝備 其實大家應該也有注意到 我並沒有針對水晶來挑選我自己的裝備 就是有些人可能會 選擇先打水晶嘛 其實也可以並不是說不行 那我的部分呢 我是自己 就是專門打BOSS啦 那水晶清不清的掉 是無所謂這樣子 當然這一隻也有更多的打法 像如果你有那個火焰弓箭手 我忘記他名字了 是武神召喚裡面的其中一隻 那一隻火焰弓箭手 他的專武跟招式 全部都是先打後排火焰屬性的攻擊 所以那個木屬性會馬上被清掉 那木屬性馬上被清掉的話 你前排就可以多帶一些人類的型 就不會被混亂這樣子 所以這一關其實打法還蠻多種的 因為他的 他的水晶花色太多了 屬性非常多 蠻奇怪的一關 所以水晶其實我這一關都是靠籃子在打 如果籃子剛好沒有抽到打到水晶的話 其實水晶會殺不掉 不過水晶殺不掉其實無所謂 對我來說 因為我是專門挑 裝備全部都是挑BOSS打的 這關的水晶血非常少喔 跟大家講一下 呃...跟其他降臨來比的話 這一關的水晶血大約只有... 可能只有三萬不到喔 因為其實大家看一下 被籃子一打到其實馬上就爆掉了 爆超快的 沒有... 一個大招就幾乎全爆了 欸真的全爆了啊 一個都沒剩 雖然他們血我覺得真的不到三萬 那個單人魔是七星的啦 水晶其實是很好清的 如果你要清水晶先也OK 你就是裝備全部都是先打後排先 那這樣就是跳無屬性 或者是火屬性的 後排清掉之後 前排就是隨便清了 前排的水晶 呃...不會讓我方造成混亂 所以... 不清掉也無所謂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那一週年的活動快要結束囉 所以如果... 商店還沒有買完 趕快去買一買 不過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幾乎都買完了吧 那個... 商店現在因為有出一週年的塔 所以賺幣還賺蠻快的 呃...另外就是 在一週年之後 我覺得應該馬上就會出晉級的巨人啦 當然我不是官方的工作人員 所以我不知道 呃... 所以一週年的活動結束 我覺得應該馬上就要出晉級的巨人合作活動了 所以呢... 大家... 鑽石要留一些啊 不要馬上抽完 不然你又要儲值了 我覺得... 能留就留 能省就省啊 所以呢... 鑽石我現在目前一萬多也沒有到要抽了 像... 像現在那個... 特別召喚啊... 欸不是... 不是這個... 呃... 英雄召喚啊... 我也沒有抽 雖然他有必出特權角色一個 不過我也沒抽 建議大家... 呃... 留一些鑽石 抽晉級的巨人 因為馬上就要開始了 我相信啦 我覺得有99.9% 可能... 可能應該馬上就是一個接一個接下來的 好 那今天影片先錄到這邊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一個讚或是分享給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再見 sayyuu na na 到死去 weit 走 回他們 反來 加貝 qualitative 按道理